当前我们正值春节放假 经过各种努力 我们部分医药物资应急的生产企业 已经复工复产 从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我们省 应急物资紧缺的特别大的压力 当医药防护服 医用外科口罩 医师型手术服 等防护兵仍然紧缺 据我们卫界部门统计 可以说吧 按照未来实际的计划 我们省必要外科口罩缺口式的 应用防护服缺口 竟年慢节 供需仍然十分足处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